民進黨三日中常會後宣布組成憲政改革小組 成員和未來改革方向成為關注焦點 三位共同召集人包括被視為獨派代表的前主席姚家文 立願黨團總召科建民以及接班世代的中常委鄭文燦 鄭文燦出馬更燒出和賴清德的競爭關係 不知道不清楚 看到只是充滿了政治的算計 好像要把賴清德幹掉 鄭文燦扶起來的樣子 蔡英文總統可能對於下一屆的布局的時候 也在努力的想要排除LINE 想要拉拔正 民進黨做這樣的布局 就自然讓外界讓媒體有這樣多的一個想法 我覺得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那清德對憲改情有獨鍾卸任隔魁時 更呼籲要誠實面對憲改 但這次未入選小組可能跟他過去主張務實台獨很有關係 2024潛在對手鄭文燦反倒獲得操作機會 憲改小組的運作 我們是多方的這個平衡 那老中青全部都進來討論 那到時候也需要更多的民間聲音進來 那這一件事情 大家當然會有很多的揣測跟很多不同的說法 那但是我不認為會有誰上誰下 只有台灣向上 想太多了 如果每一個議題都要跟選舉扯上關係 我相信就沒完沒了 曾文燦市長他所代表的是中常委 代表中常委我們所推派的代表 所以沒有所謂的誰上誰下 那因為總統府的代表就是李俊義副秘書長 那他總統府代表當然也就是代表了蔡英文總統跟賴清德副總統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沒有任何的問題 民進黨智庫董事長邱毅仁這次也入列 格外引人注目 邱毅仁長期被藍營視為橫角色 是綠營重要的幕後操盤手 能否發揮務實風格值得觀察 而這次小組成員中 黨內六大派系各獲得一席次代表 分別是新潮流梁文傑 鄭國會陳亭飛 蘇系吳秉睿 永焉慧王定宇 英系蔡易瑜 以及綠色友誼何志偉 那我們限改小組就是如何讓我們所謂在2022的一個修憲可以完成 也是如何取得最大公式 修憲小組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就是溝通了解 立院新惠期聚焦修憲案 從18歲公民權到統獨議題 各黨都將提出自己的修憲版本 檯面上對決各自出招 記者郭鮮陽 妮婷條隊報導